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甘肃的中部 西藏西部和东部等地会有小雪或者是雨加雪 西藏的东南部 西南地区东部 云南西北部 江南南部 华南中南部 台湾等地会有小到松雨 上海今天是晴到多云 明天多云 明天夜里转阴有小雨 西北风是二到三级 今天的最高温度九度 明天的最低温度是四度 那么周末了 气温会进一步的回升 最高的气温有可能会冲回两位数 另外呢 今天早上六点发布的上海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五十一凉 一小时PM2.5的浓度是29.9微克每立方 好 以下呢 我们再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 了解一下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值得关注 国内方面 今天呢将会公布三月的外汇储备 国际方面 美国会公布二月的政府预算 德国公布二月CPI年率终止英国和公布一月的贸易账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呢 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两汇方面的相关信息 预备 好的 李欣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聚焦两汇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青海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表示 要深入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 扎扎实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 扎扎实实推进脱贫攻坚 扎扎实实推进民族地区发展 习近平说 十三五时期是脱贫攻坚 啃硬骨头 攻城拔债的时期 必须横下一条心 加大力度 加快速度 加紧进度 执行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确保到2020年实践标准下 农村 牧区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线全部摘帽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新疆代表团参加审议 李克强表示 新疆在国家大局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要按照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根据新形势对于新疆工作做出全面部署 继续用推动发展夯实长治九安基础 优化产业结构 发展农业 纺织 旅游等特色产业 提高非资源产业比重 打造对内对外开放窗口 继续把改善民生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务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瑞涂昨天对李财经表示 全国人大对于国务院有关授权 不会影响证券法的修订进程 证券法还要如期进行修订 目前证券法已经过了一审 现在正在修改 近日韩国九段围棋棋手里事实 与Google人工智能AlphaGo之间的人机围棋大战广受争议 那继昨天第一局忍输Alpha之后 昨天下午理事实再输一局 而这一人机对战在两会上也是备受关注 在昨天的全国人大私事会议记者会上 万刚表示 人工智能能够替代现有的一些已知工作 从而推动人类劳动往更高级的状态发展 同时他笑颜从下棋的角度来说 更喜欢人人对异 从下棋的角度上我还是喜欢人人对异 因为这里边除了被欺负以外 也还有很多的随机性和未知性 对吧 情绪的好坏等等这些 这样可能更贴近我们的生活 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觉 纪十三五规划和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力推军民融合 近日国防科工局也表示 正在制定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 对此万刚指出 军民融合目前存在一些协调不够 联通不够的问题 未来将从高科技战队统筹布局 军民相互参与等四方面着力推动军民融合 我们会从高技术战略的布局 比如说航天 前海 超算 包括我们建委做的量子通信 包括我们的一些信息技术的应用 统筹的布局 共同的谋划 第二个呢 就相互的参与 我们已经有很多民营企业 也参与了国防专备的研究和采购工作 第三个呢 要从科研设施的互通互用 来促进居民融合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 在人才的沟通交流 人才培养上面 要促进居民融合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天表示 随着经济升级 产业转型 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状态 而高校改革的实质 是中国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开展精准帮扶 特别是对那些想就业 那又为那么就业的人 要一人一策 使他们能够找到自己 理想的 可以接受的工作岗位 我们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创业的形式 也充满信心 此外 袁贵仁表示 今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765万 比去年增加了16万 他坦言 在人数增加的同时 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 也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 面临较大的压力 袁贵仁表示 未来将通过相应的政策扶持 加强就业指导 精准帮扶等措施 推进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李道奎表示 金融市场的波动 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运行和转型升级 构成了直接威胁 仅2016年1月 约一半股民平均损失25万元人民币 他指出 必须从根本上加强监管 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不合理行为 同时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将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模式 整合为统一的大金融监管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早前关注 把时间交换给李希 好的 以下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一下 A股市场的相关信息 昨天的市场当中 A股继续选择向下突破 而且再次考验了2800点一线的支撑力度 具体情况进入我们今天的早前关注 昨天的早盘 库纸低开了0.52% 两次下探都被拉起 多空争夺相当激烈 但是场内的焦头却是异常的低迷 午后两时持续宽幅震荡 临近尾盘 券商股杀跌 两时跳水 库纸跌去2.02% 选手2800点 创业板 昨天的振幅是强于主板 开盘半小时内上冲下探 午后创业板再度发起攻势 并且翻红 但是尾盘 所以主板跳水 两时全天成交是在3546亿 这个叫此前一个交易日 又是大幅的缩水了 盘面上来看 除了食品饮料飘红之外 其余的板块都是下挫的 融资方面 截至到3月9号 两时的融资预额 环比减少了45亿 降到了8393.4亿 再次创下2014年12月1号以来的 一个最低的水平 昨天A股再次挑战 2800点这一线的支撑 对于后市的情况 上海证券研究所 首席市场分析师蔡正义认为 市场重心将会下移 有可能会呈现一个 缩量阴跌的走势 整体的市场指数的话 开始重心朝下移动 2800点关口 呈现了岌岌可危的 这样一个态势 之前A股上经历过 数波的快变 那么这一次可能会经历 重心缓缓下 以缩量的这样一个格局 从短期来看的话 可能比较艰难 虽然说注册制近期 推出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A股的估值体系 还是面临着另外一个冲击 就是战略新兴版 市场有分析认为 这个战略新兴版 一旦推出将成为 A股市场成长股估值 最大的敌人 而从目前官方的表态来看 年内推出 好像已经是 比较确定的事情了 像平安证券的报告指出 对比在美国 英国和新加坡 上市的365只中概股 等分析之后 你会发现 有165家上市公司 满足了战略 新兴版的上市标准 占比是在45.2% 你如果再加上 国内优质的 非上市的资产 估计新兴版推出之后 上市公司质量对比 现有的创业版的标的 将会有显著的提升 并且相应对成长股的 板块估值带来冲击 而与此同时 中概股也有强烈的 登陆战略新兴版的意愿 比如中国在美上市的 公司适应率 往往是在5到30倍的区间 而目前创业版的 平均适应率是在63倍 你中概股回归 恐怕至少可以获得 两倍以上的收入 另外这份报告还说 战略新兴版推出之后 短期内供小于求 它是一个必然的状态 但是最大的悬念 还是整个战略新兴版 方案当中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 实行注册制 这恐怕也是决定 他们对A股市场 特别是成长股板块 影响的一个关键因素 以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机构的观点 对于后市的走势 飓风投股表示 大盘跳空下行之后 目前还没有回补前期的缺口 短期恐怕震荡难免 但是昨天的两市成交量 骤然萎缩 也预示着短期变盘时期 也许将会到来 另外近期维稳 资机频频出现 短期市场有望 再次下探之后 气温反攻 中行证券认为盘整状态 是目前市场的主基调 不过这种状态 也不会维持太久 距离平衡格局 被打破的时间 已经不远了 英大证券表示说 市场成交严重缩量 目前暂时缺少 清晰的投资逻辑 从中长期来看 目前护身300的市盈率 是在11倍左右 这个已经是在历史的低位 你即便市场继续下跌 空间恐怕也是相对有限 好 市场方面的情况 就说到这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了解 最新的国际时政方面的消息 于飞 好的 谢谢李欣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 国际方面 匈牙利内务部长平特尔 当地时间9号 在布达佩斯说 匈牙利政府已宣布 全国进入到移民危机状态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 当地时间9号报道 伊朗当天上午再次试射 两枚弹道导弹 这两枚导弹代号分别为 卡达尔F和卡达尔H 从伊朗北部的东俄布尔市山脉 发射之后 命中1400公里外的东南部波斯湾沿海目标 根据伊朗军方介绍 这类弹道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 这是伊朗季8号在全国多地试射弹道导弹之后 再次进行类似的演练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当地时间9号在日内瓦表示 此前暂停的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于当天下午重启 不过实质性的会谈将会从3月14号开始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叙利亚局势目前可以用脆弱来形容 最终能否实现持久停火仍不确定 但这是叙利亚内战爆发5年来 首次在续境内基本实现停火 让人们看到了进展和希望 关于目前处于暂停状态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 德米斯图拉说 将于9号重启的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有可能是预备性的 因为部分会谈代表由于种种原因将于11号才到日内瓦 有的甚至要到14号才能抵达 德米斯图拉强调说 目前最重要的是抓住契机 推动叙利亚危机尽快进入政治解决的轨道 以色列警方说 9号上午两名巴勒斯坦袭击者驾车在耶路撒冷城外的高速路上 向一辆公共汽车开枪 一名路过的以色列驾车者开枪还击 这两名袭击者随机逃走 以色列警方追击袭击者到耶路撒冷老城新门外 这两名袭击者向警察开枪 交火当中的被警察打死 另外有一名驾车路过的巴勒斯坦男子被打成重伤 此外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北部 一名巴勒斯坦人试图持刀袭击 以色列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 好 稍后我们在7点35分的节目当中 将继续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具体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开车 好 以下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昨天统计区公布了最新的物价数据 2月CPI环比上涨1.6% 较1月份回升了0.9个百分点 同比上涨2.3% 较1月回升了0.5个百分点 这也创出了2014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 2月的PPI环比下降0.3% 较1月收窄了0.2个百分点 同比下降4.9% 较1月收窄了0.4个百分点 机构认为当前通胀水平温和反弹 有利于降低企业实际的融资成本 但受限于经济下行压力上升空间有限 CPI超预期上涨 表明近一年的通缩压力暂缓 但对于经济进入滞胀的说法 业内人认为暂时无需担忧 应该说还是对我们通缩的担忧 有所减缓 那么我们看到 CPI大幅上涨主要是跟春节期间 以及天气恶劣因素有关 导致我们季节性的 像食品服务的价格就大幅上升 而CPI同比增幅 从上月1.8%的温和上涨 1月增至2.3% 确实超出市场普遍预期 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表示 2月CPI再度迈迹20代 显示CPI数据已经于上个月见底 未来中国通胀水平趋于上行 不见得减息 但会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 然后另外你也不排除 就是比如说贸易的数字 你看像1月份2月份这样 会使得就是我们在中期 还可能考虑通过汇率 作为一个宽松货币 这么一个手段吧 我觉得把种种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当然我们还可以谈 就是说未来的话 化解不良资产等等 我相信从中长期来看 这个通胀是应该是往高走的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通胀上行 但是目前担忧滞胀风险 暂无必要 最近两个月 中国广义CPI虽然出现明显反弹 但核心CPI同比增速 相对于1月非但没有上涨 反而下跌0.2个百分点 至1.3% 文斌认为 降息降准未来都有可能 但降息会更为谨慎 我们再来看一下楼市方面的消息 一份针对全国各地库存的报告显示 西部 东北和山西等 三四线资源型省市库销的比 变高 而且销量弹性小 以去库存时间 预计最高是山西9.9年 其次是宁夏8.4年 吉林 辽宁排名前列 分别是7.8和7.5年 库存最高的省会城市是 呼和浩特和太远 分别是16.1年和11.1年 这些地区房地产销售增速 明显低于一二线城市 在去库存 降首付比例等房产行业大并领之下 首付贷因存在杠杆资金的原理 被看作市场风险点之一 即深圳 广州等地监管部门 开始对首付贷展开摸底情况之后 短短几天 首付贷再次被微锐读解 第一财经记者过期 3月9号 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正式启动摸底调查行动 并向会员单位下发相关的通知 要求反馈与首付贷相关单位的 名称 数量 产品模式 以及设计金额 掌握真实情况 以及存在的问题 另外 北京也开启了摸底进程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指导北京市网贷协会 摸底涉嫌高杠杆网贷的情况 接着从行业内获悉 截至目前全国首付贷铁量 大约是在50亿 央行副行长潘弓胜 近日在全国两会上表示 央行正与住建部 银监会等部门 预酿新政准备对一些 房企 房地产 中介 跨界经营金融业务的问题 进行治理 没有资质将不能跨界经营 此举被认为 剑指目前备受关注的 首付贷产品 记者调查了解到 北京主流房产中介 已经暂停了首付贷业务 但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业务 并没有受到影响 仍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您好 欢迎这点搜集贷 请有什么可以帮您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那个首付贷 现在还可以做吗 那目前有这个业务的 您购房城市在哪里呢 北京 那可以的 就是说都可以是吗 对 您得先提交申请 之后再一款专员会联系 您告诉您具体情况 据调查 主流房产中介店家等 均明确表示 已经停止开展该项业务 不过记者联系的 多家P2P平台表示 可以提供资金 并且对于 是否用于购房首付 并未设限 有担保则多代 无担保的少代 而除了房产中介 和P2P平台 银行消费贷款 也可能成为购房首付来源 尽管银行明确禁止 此类资金进入楼市 股市 不过银行在审查时 往往无法完全规避风险 一位外资行 各代部工作人员 今天就向记者表示 提供足额消费发票即可 就是必须需要发票 您到处提交给我们发票 我只要提供这发票都成是吧 什么发票都行 上次的发票 就是说比如说您购买家电 装修房子 你的旅游 这些都是可以的 由于存在多个融资渠道 这也意味着购房者或者投资客 可以在多个平台介入资金 从而进一步放大购房杠杆 红圆证券研究所副所长 易欢欢表示 借款人信息在金融机构之间 不能做到共享 是导致风险累积的根源 然后比如像 然后这个投资客 他在A平台上 然后借的首付 就在B平台上借的首付 接下来又到银行去借贷 然后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 甚至他有可能是 能首付 然后无限大的杠杆 来做这样的相应投资 去年以来 一线城市房价急剧上涨 杠杆上的楼市 在今年的全国党会上 也成为重要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黄岐帆指出 如果听任当前一些地方的 房市高杠杆 将会是定一场金融灾难 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 近期暴涨的房价 已经引发了相关地方政府 和多个部委的强烈关注 对此有知情人士推测 北京 上海 深圳 这三个一线城市 已经在储备政策 两会之后便可能出台 相应的调控措施 具体的内容可能包括 严格限购审核 扩大市场供应 打击 母牌携售 规范 金融杠杆等等 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继续关注 其他方面消息 好的 李欣继续来关注 国内方面 全商中国记者霍西 包括央行在内 营监会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 正在研究讨论 银行债转股的试点 以期缓解银行 不断攀升的不良贷款压力 帮助实体企业去杠杆 减轻债务负担 此外 在不良资产处置方面 还有最新的动态 公行正式启动 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 根据公行上报方案 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 河南 广东 分行作为公行的 首批试点银行 此前的银行于2月1号 重启了公行 建行 中行 农行 交衡和招商银行 6家银行 不良贷款 证券化试点工作 总额度是500亿元 大商所昨天发出通知 自2016年3月14号起 铁矿石品种统一合约 当日先开仓 后平仓交易 不再减半收取手续费 手续费标准 恢复至成交金额的万分之0.6 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取消铁矿石合约 当日开仓平仓的手续费 将会抑制短线交易 降低市场的换手率 为当前趋热的期货交易 讲文 昨天的中原环保 华贸物流 姜粉 磁财和长江电力 私家公司的并购重组申请 获得通过 证券日报记者经过统计后 发现近年以来 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已经审核了54家企业的 并购重组的申请 其中的一家被否 审核通过率为98.15% 五国高端装备走出去 再获得重要突破 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到 美国芝加哥当地时间3月9号 芝加哥交通管理局发布公告 中国中车旗下 四方股份公司中标 芝加哥846辆 金额总计是13亿美元的 地铁车辆的项目 这是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 向发达国家出口的 最大地铁车辆的项目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现在马上进入到的是财经万花筒 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彭博社报道 苹果公司刚刚发出 将于3月21号举行 春季发布会的邀请 据推测 苹果公司届时将发布 4英寸新版iPhone 9.7英寸屏幕的iPad Pro 新版Apple Watch软件和iPad 知情人士透露 这款新推出的手机外观 将会和2013年推出的iPhone 5s相像 但有更新的配置 包括iPhone 6s具备的A9处理器 苹果同时还将推出一款 9.7英寸屏幕的专业化的iPad Pro 以及新版Apple Watch软件 和新款的表代 全球三大家电及消费电子展之一的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 本周是在上海开展 记者采访发现 智能互联成为未来家电发展的主流 这也让传统家电制造 与科技互联网跨界融合 成为新常态 通过智能机器人将所有的家电互联 只用语音就能轻松地控制 研发人员表示 这一场景应用 不久后就可以进入家庭了 刘俊说 现在生产的家用电器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 将智能化和互联网化 作为标准配置 但是售价与过去相比 仅仅上涨了几十元 那么我们后期 就是会把这个消费者 或用户家里的所有的家电 包括跟电业关的 全部把它连在一块 那么通过一个控制中心 你哪怕不在家 也可以通过我的控制中心 比如说手机 那么你可以去随意的调节 我们家里的电器的使用情况 全世界的全球的 都可以融入我们这个家具系统 这个自我家具控制系统 是开发的 是融合的 业内人士也坦言 目前许多家电制造企业 互联网企业 都在大力开发家电智能互联 虽然已无太大的技术壁垒 但是技术标准的统一问题 还有待解决 所有的场景要互动 每个产品之间要能互动起来 在这里面设计一个标准问题 包括云端的标准 包括个品类的控制的标准 然后向整个家庭的 统一的一个平台 运作这个方向去努力 分析员士认为 智能制造这一主题 已经迎来了从概念 到成长性的七七转变 相关上市公司 有望进入快速成长期 另外在展会的现场 海尔发布了全球首个 全开放全透明的生态体系 在海尔智慧生活平台上 依托U加APP2.0和互联工厂 为用户等有关方提供互联互通 共创共赢的新体验 海尔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梁海山表示 海尔聚焦对外智慧家庭 对内互联工厂的探索实践 通过人机对话 网气互联 以用户资源交互产品迭代 在全球白电领域首创 物联网生态模式 最终实现全球范围的 家电物联网的突破 当天海尔还相继发布了 洗户 用水 空气 美食 健康 安全 娱乐 七大生态圈的最新的 网气成功 昨天百度借到合作方 悄然重启网上授 网易也提示客户 互联网彩票即将开手 这意味着停摆一年有余的 互联网彩票迎来了破冰 此外 本周初 阿里彩票宣布 20亿元控股港股亚博科技 亚博将会成为淘宝 及支付宝彩票独家业务平台 各种的迹象表明 停摆一年有余的互联网彩票 正式破冰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厅早班车 也请您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我们将会进入 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来关注全球市场和国际财经消息 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会聚焦最新公布的 欧洲央行的一期决议 欧洲央行表示 不会再继续扩大自己的 加码宽松政策的这样一个措施 这个消息 令到整个投资人情绪 稍微有一些紧张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还将来说一说 其他板块的相关消息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从华尔街 到我们下期 从华尔街到陆家嘴 我们现在来关注一下 宏观方面的消息 欧洲中央银行 10号宣布下调三个主要利率 同时进一步扩大资产购买计划 这一宽松力度超出市场预期 导致欧元汇率骤跌 欧股普遍大涨 欧洲中央银行10号宣布 下调欧元区主导利率 五个基点至零 下调欧元区隔夜贷款利率 和隔夜存款利率 分别至0.25%和负0.4% 与此同时 欧洲央行决定从4月份起 将资产购买计划规模 由每月600亿欧元 扩大至800亿欧元 同时 非银行机构在欧元区发行的 投资级欧元债券 也将作为合格资产 纳入常规购债计划 欧洲央行还决定实施 四年期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借贷利率参照欧元区 隔夜存款利率 首轮操作计划于6月份实施 欧洲央行当天的货币宽松组合权 明显超过了市场和分型式的预期 得法多个欧洲国家的股市 应声上扬 欧元对美元汇率已下跌超过1.2% 至1比1.0857左右 不过在欧洲央行推出 新一轮经济刺激措施大礼包之后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似乎并不经意地提到 他预期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的降息了 那并表示呢 未来关注将从负利率转向 其他的非传统工具 比如说QE 这一言论引发了欧洲股市 债势剧烈波动 欧元兑美元 日内波动更是高达4% 那欧洲股市全面下挫 股市放欧只有395 收跌1.48% 美国股市涨跌互渐 同时呢 油价受挫和股市波动 也成为了黄金 让黄金的成为了当天的一个赢家 避免情绪上升 COMEX4月黄金期货收涨1.2% 报名显示1272.8美元 韩国央行呢 就是在昨天召开的 金融货币委员会 全体会议上决定 连续第九个月 维持基准利率于1.5%不变 那韩国央行认为 稳定金融市场 比刺激经济更加的重要 那因此呢 从而决定维持利率水平不变 那今天年初 全球金融市场一度是大幅震荡 尽管近期有所趋稳 但是不确定性 依然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韩国央行决定 先冻结利率再进行观望 着力来稳定市场 俄罗斯媒体10号报道 俄罗斯能源部一份报告 显示俄罗斯的原油产量 从现在开始到2035年 将不可避免的转向下跌 那原油收入 是俄罗斯财政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 石油产量的大幅下跌 将不可避免影响 俄罗斯的财政状况 为了弥补产量缺口 俄罗斯能源部建议 必须加快 已经探明储量油田的开采工作 同时呢 政府也将采取措施 在开发权以及税负等方面 给予石油企业优惠政策 经常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卡瓦特周四表示 该行正等待中国监管机构批准 以发行价值约1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65亿美元的 人民币计价债券 所筹集的资金将会帮助 该行启动项目融资 包括俄罗斯西部一座水利发电厂 以及向南非提供兰特的贷款 中国债券市场规模的 比其他的经常国家更大 而且从理论上来说 也更加适合新开发的银行 原因是其已经在中国 获得了3A的信用评级 从而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 来进行融资 好 刚刚我们看完了 宏观方面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美股三大指数的 一个变化情况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看 看到是涨跌互线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微幅下错了0.3% 那萨克综合指数 是下跌0.26% 标普败指数的 这样一个幅度 是达到了0.02%的 一个微幅收高 好 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的是 第一财经 祝纽约记者格外 收盘之后 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早上好主持人 虽然欧洲央行利率会议 一如预期 但很大程度上 隔夜美股依然是 随原油价格起舞 一位接受华尔街日报 采访的经济学家认为 相比这些刺激措施 现在更为重要的是 如何挽救投资者 对于欧洲经济 岌岌可危的信心去相信 经济形势正在往有力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上周首次申请 事业救济金人数下降 18000人 报259000人 创10月以来的最低计入 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持续改善 而根据最新的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美联储观察工序显示 交易员对下周会议上 美联储可能升息的概率 已经下跌至为零 对6月和9月加息的概率 则分别在42%和57% 好 谢谢格外公带来有关于市场方面 一些观点的汇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跨尔街到雷加水 我们知道昨天晚间 全球都在关注的就是 欧洲央行的利率决议 那么德拉基的一些讲话 无论说是现在 现有的一个宽松政策加码 还是说未来将会采取 更加的多的非常规的 这样一个宽松手段 还是说未来不再继续扩大 这样一个宽松政策 市场对于这样的一个政策解读 我们的相对情绪是比较雾面的 那么为什么 而且这样的雾面情绪是短期的 还是说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延续呢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我们来重点讨论一下 今天我们在现场请到的嘉宾 是评论员 麦一旭女士 老师早晨好 我们看到昨天 德拉基的这样的一个 最终出台的 我们看到还是继续加码了宽松了 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但是他的语言呢 相对又比较的模糊 一方面说 可能我们会采取更多的 非常规手段 QE 全球市场应声下跌 黄金上涨 那另外他又说 可能未来我们不会再加码宽松了 那这个加码宽松 是不是意味着 未来可能负利率 这个不会再扩大 不会再往下继续的 呈现这个负利率 更加加码的政策 但是他可能还是会维持 整个市场资金面的宽松了 应该说资金层面的宽松预期 是出来了 然后呢 后续会不会再继续的加码 还要再看欧央行 以及说他的经济的现状的 一个情况 目前来看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 综合性的这种全面的放水 是市场和相应的 在资金层面上也好 或者是目前的欧央行 所面对的各大指数 现在所处的位置 这样的一个叠加之后 综合出现的这种一种走势 但是并不以过于的去阶段性的 就是悲观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我们要看待的就是说综合性 或者是说客观性来看待 有这样几点需要大家注意到的 首先来说 原来大家市场预期到的 现在的宽松 只是在存款利率上 有十个几点的下行 这个是普遍都预期到了 但是在贷款的利率 以及包括隔夜的这个贷款的利率 都下降了五个基点 还有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KOE从600亿到800亿 以及我们看到的就是 长期在贷款这一块 从6月份要启动4年 这些全部都是应该 原来市场并没有完全预期到的 所以基于这个层面 再加上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德拉杰提到的 低利率的运行 会远长于KOE的运行 因为KOE是到明年的3月份 所以应该从综合这种角度上来说 那么阶段性一定是 对于欧洲的经济和目前的股市 会有综合性的这种提振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在非银债这一块 它也已经是更为扩大的放开 因为这个放开 对于市场来说 也是提供了一个更为积极的信号 所以从这个点上来说 对欧洲是偏利好的 至少阶段性的是利好 那么排除利好之外 我们还要同时看到 就是刚才提到的非银债 因为非银债所涉及到的 投资级的公司债 也就是比如说像金融债 这一类的全面的宽松和扩大 它要背书的 或者是需要捆绑的 其实是欧央行的信用 那么因为欧洲现在比较复杂的 这样一种经济和政治局势 所带来的就是市场未来 有可能会对于在信用层面上 需要重新的评估 那么有可能会产生相应的震荡 再有一个点 是大家可能忽略掉的 也就是说这次的这种 全面的超预期的放税 应该是要结合 去年12月份有一个突然的 或者是意外的缩减宽松 那么可以认为 或者是说很大概率上 当时欧阳行是错误的估计了 它的经济的现状和运行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应该说它的经济是不太乐观 另外一点还有就是 刚才主任特别提到了 因为德拉基也提到了 有可能这次只是唯一的一次降息 那么这一点的背后是什么 应该说是对于未来 走负利率的一种隐忧 对于银行的 可能能不能承受的这样一种隐忧 虽然表面上它现在的各方面的 经济的数据能够支撑这一点 包括银行的盈利的数据 但实质上这种隐忧也预示了 在后面会产生不太确定的这种因素 但是因为它的经济不好 所以未来会不会改口 再次的去降息 这是市场需要观望的一点 所以我们客观的看待 就是至少阶段性会对欧阳行 产生明显的经济和股市的体振 但是长期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跟踪和评估 未来是不是能够继续的去叠加效应 那么这是市场看到的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这种大幅的震荡 应该可以认为是比较正常的一种表现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震荡 是正常的表现 是情绪面对于欧洲银行 目前利率举一的一个反馈 但是我们看到其实 这一次的虽然表态的 虽然市场预期 欧洲银行将会加马宽松 这个不是说预料之外的 但是我觉得这样一个悲观的情绪 让我想到的 之前也就是前不久 日本邀行突然宣布利率政策 负利率政策的 这个情绪面的反应是不是一样的 整个市场考虑的逻辑是不是一样的 应该不是完全一样 因为日本的形势和欧洲的形势 都各有其复杂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基调上 包括吉尔时会议 在当时时点的这样的一个开幕 所带来的就是反应的程度 以及反应的时间点 就并不是完全的一样 所以日本在提前于 更在欧洲之前反应 那么所带来的当时的层面上 其实就是虽然欧洲有点晚 但市场也预期到了 它会宽松 所以欧洲的宽松 日本的宽松 加上当时中国的汇率的一个阶段性的 已经开始逐步的走稳 所带来的就是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 已经出现一种养春的行情 所以虽然时点不同 那么考虑的层面上不一样 但是其实对于市场的影响 阶段性还是比较的类似 我们看到对市场影响 阶段性是比较类似的 那么我们看到接下来 全球市场就是说 它依然这个情绪面 还会维持多久的这样的一个 相对而言震荡的格局呢 是这样 因为欧洲的局势是比较的复杂 在政治层面上 包括特别是我们 最近一直在关注的难民问题 对这个对它的来说 所以非常大的风险敞口 不仅仅是国土安全的一个风险敞口 更重要的还是说是这个经济层面 如何来安置 对对它的经济影响 已经应该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困扰 因为前期我们还专门 有一起提过它这样的一些情况 会对它长期的经济走势 对它的内部的 或者说民众的情绪也好 资源的占用也好 都会产生一个长期的 不是特别乐观的这样的一种影响 那么目前来说 这件事情还在进一步的升级 甚至包括各国之间产生的一些暴乱 冲突 恐怖袭击 甚至就是特别是我们知道的 德国科隆的这个性侵事件 甚至游行者都提出要求 默克尔去被下台这样一种事件 所以应该是这种方方面面 对于欧洲来说 未来已经产生了不堪重负的一种影响 那么目前来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和土耳其的这种合作 以及不断的向土耳其的这种让步 也是基于要想 阶段性 至少阶段性 把这件事情拖过去 从这个角度上去想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的就是 未来在这个问题上 还是存在非常非常大的 不确定的因素 所以目前来说 这种超级的放水 大放水 大招的出台 也可以间接的 短期内去降温 民众的这样的一种 活上交流的情绪 对于经济层面之外 难民的问题 也可以适当的往后推迟这个问题 有更大的这样的一种 应该说是比较的正向和积极的影响 比较正向和积极的影响 对 好 非常感谢马女士 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 有关于欧洲央行 最新利率决议的一个解读 扩大到整个欧洲的范围之内 不仅仅除了这样一个利率决议 经济货币层面 还有重要的像难民问题 还有不同国别之间 这个债务问题怎么去平衡 这都是欧洲市场 现在错综复杂经济格局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因素 还是说是风险敞口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各位领长的板块和各股分别市场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 公用事业 消费品及金融板块 是领长的板块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各股方面 各股方面来源于信用服务 金属制造 生物技术 钢铁 和专业零售板块的相关个股 是领长的 我们今天要说到的是 信用服务板块的一只个股 上涨幅度27.4% 目前的价格是7.95美元每股 四季报营收大涨超过100% 助推了股价上涨将近30% 这样一个涨 对 这只个股是一只中概股 应该说是第一只在美国上市的 这样的一个P2P平台 或者在线的这样的一个 促进给投资者和借款人 去贷款的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应该说我们看到的 就是在我们国内的互联网家的 这样一个趋势下 只要给相应的公司 以比较平缓 以正向的这种积极的影响 那么目前来说 这样的公司走一个 在比较稳定的基础上 缓慢的长期的发展 是有希望的 所以应该说在政治层面上 和经济层面上 只要能够未来有一个 比较连续性的正向的政策的引导 对于这一类的公司 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家公司 四季报 确确实实是有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种业绩的体现 而且应该从现金流 和现金增加物上来说 也是远超于它去年 同等的这样的一个同比的水平 后面的这种发展的话 应该可以在目前这种阶段上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 国内在大浪淘产的去 进行一些相应的监管和调整 所以还是可以积的来看 这个公司未来的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状况 公司未来比较好的发展状况 我们确实现在还是比较乐观的 当它刚刚上市之初的时候 我们就说刚刚您提到了 是第一支P2P的概念股 中概股在美国上市 我们知道在它上市后不久 其实就出台了 P2P收紧的一个监管政策 那现在也包括两回当中也提到 P2P互联网金融这个板块 是未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金融发展方向 但是它的监管 还是需要可能更加收紧 更加严格 因为它存在着很多的 像比如说平台风险 资金池风险 甚至说是跑路风险 还有资金链端裂的风险 等等都在其中 这样一个看上去非常美 但是它同时也有一些 隐患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我们该怎么去看 怎么去评估 应该说在政策层面上 还是建议监管层 能够在监管收紧 同时在一些促进的政策上 同时去加码 用一种又比较严 同时在适当的放松的 这种基础上去推动 这个行业的发展 还是会对一些小而美的公司 会产生比较好的推动 那优风的去宣传政策 或者是出台一些政策 可能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样的公司 因为它从2012年上市之后 到目前为止 截到现在 应该是超过18亿美元 那也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它确确实实实 是比较踏踏实实的 在细分这个行业里 在做自己的事情 这样的公司还是建议 可以适度的去 给它一定的积极的推动 我们看的还是 在同样的行业当中 分不同的情况 来评估不同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它在自己的细分板块领域当中 是比较踏实的 这样去深根其中的 这也是比较值得 关注的一支个股 既然它是上市公司 所以它对于它的基本面 还有很多的财务报表 都是公开的 所以说我们还可以 做更多的研究 有更多的机会 去了解这家公司 是不是值得您来投资 好 非常感谢马女士 这一时段对于宏观方面 以及热股方面的一些点评 接下来我们马上 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再继续 接着聊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到路加嘴 接下来流量一组 最新的全球公司资讯 那我们首先要关注到的是 Google Google推出了一款 旅游搜索新功能 打开Google搜索 输入想要旅游的国家或地区 然后输入目的地 或者是度假等关键词 Google就会给出 一系列的选择 包括航班时刻表 和酒店价格等等信息 那么在此之前 人们要搜索一般信息时 通常会首选Google 但是要谋划一次旅行 通常会选择专业的旅游网站 而不是Google Google希望改变这一局面 尤其是对那些 喜欢在手机上 处理一切事情的人们 本年先过在日本国内 推出量产型的燃料电池车 该车在行驶时 不会排放二氧化碳 充满氢燃料 然后最大的续航里程 为750公里左右 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那新车型售价为766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44万元 2016年度将主要面向 地方政府和企业来租售 里程一年在日本销售200辆 计划在2017年下半年开始 面向个人销售 全球第二大欧洲最大的零售商 加勒服宣布公司去年成立下跌了 22%至9.8亿美元 主要原因为期内出现 2.6亿欧元的开支 当中涉及多个国家的重组费用 而受惠于欧洲 以及新型市场增长 加勒服去年盈利溢价 则是上升了2.4%至24.5亿元 符合市场预期 纳斯达克集团宣布 同意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 德意志交易所 集团旗下的期权交易运营商 国际证券交易所 纳斯达克将使用现金 并通过发债 为本次收购交易进行融资 预计交易将会在 今年下半年完成 合并完成之后 纳斯达克在美国期权交易 市场的份额将超过40% 从而扩大领先优势 好 刚刚我们看完了 全球公司动态之后 我们再回到资本市场和家 一定聊一聊 值得关注的板块和个股分别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说的这个是 来自于私募股权投资当中的 一只个股市停盘的表现 另外是美赞成板块 奶粉板块的一只个股 上量1.33% 我们先来说一说 私募股权投资 私募股权投资 我们知道相对而言 一直是比较神秘的一个行业 它的资金流向 其实相对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它收购管理 合并一家公司 那么今天我们要提到私募股权投资 这家公司 是不是和我们所非常熟知的 像KK2 像黑石一样 是属于这样一个股权融资的 这样一个投资的 应该说这家公司 哈里斯 它比较有自己的细分的选择 它是在创投的领域 当然说刚才提到KK2 或者是黑石 他们也有创投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那么应该说 哈里斯它主要是深耕这一块的 而且它主要是面向的一些 创新的高科技的领域 比如说纳米技术也好 或者是LED的一些电池 这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树叶有专攻 它在这一块还是取得了 比较好的业绩 15年三季度的时候 它的业绩 营收这一块是同比增长了80%以上 也就是说在这一块来说 它做的还是比较的有声有色 而且这家公司的还有一个特点 比较吸引我 就是它比较注重自己社会责任的旅行 那么比如说像志愿者的一些平台的活动也好 或者是像一些神经元的这样的一些 极空的协会去大量的捐款 那么这样的一些公司应该说 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 对 它也会得到社会的一个相应的比较好的认可 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说 这样的一家公司 窗口类的投资基金 在国外应该说是比较的普遍 那么国内也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土壤 再继续的去发展 虽然最近的监管层在这一块来说 监管还是比较的趋严 应该说阶段性可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应该从长期的趋势来说 一定是一个更好的发展的预期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 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和证券类有关系的 一些公司的未来的一些机会 因为最近我观察到的20天也好 5天也好 那么资金的这种急剧 主要的就是在金融类 特别是像证券类的这样一些品种里面 所以阶段性在目前这种相对低位 反复震荡的格局里面 我们在忍受这样的一种波动同时 还是要看到的一些类似的 权重类品种的机会所在 好的 我们看到一个是公司相对 它是一个非常立体丰满 还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 另外一方面 它投的这个行业相对比较细分 是最非常擅长的行业 那更加重要的是 它本身这个财务的状况 相对而言 我们是值得去持续关注的 一般来说 我们刚才提到几家公司 都在提到它的这种深耕 和在细分行业里 踏实的一点一点去做事情 追求一种长期的发展 而不是快速的去爆发 扩大这样的一种规模 所以这样的公司来说 还是有比较好的未来 好的 非常感谢马女士 这个时段 我们大家点评 其实对于这个并购行业 尤其是私募股权 在去年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些动作 其实还是值得去深了很多的 但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入到下一个板块之后的节目 才为您细细地去解读这方面的话题 我们来关注一下 是奶粉板块的美赞成 那我们知道 说到奶粉就必须要提现在 放开的二孩政策 全面 不仅仅是奶粉 包括这个保育 包括生产环节 包括这个护理环节 也包括其他的一些周围的产品 其实现在是整个的一个二孩 概念的一个板块 一个大板块 我们看到就是说 在我们的A股市场上市公司里面 细分已经非常的完善 就像刚才您提到的 比如说医疗也好 文具也好 用品也好 甚至就是卫生的这样的一系列的东西 那应该说 每次的时候 有这个相关的概念的异动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比较连锁的反应 为什么提到美赞成 因为从去年的十月底的时候 这个二孩的政策开始启动的时候 它就出现了异动 和它同时出现异动的 还有像法国的 像雀巢也好 达能也好 甚至咱们的中概股圣源 都是在那个时候 出现了一种阶段性比较好的涨幅 那因为最近资金在这个板块 又有开始积聚和异动 加上最近中美的这种 联动性的开始增强 美赞成其实已经开始 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出来 所以结合着这样一种现状 我们可以同时辐射到A股这边去看 接下来会不会有进一步的 对于A股正向的这样一种积极的影响 相关刚才提到的一些细分的品种 都建议大家可以先行的 从低位去关注一下 好的 非常感谢马女士这一时段 给我们带来的解读和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大陆下 今天播出内容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第一财经资讯查看 另外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通过微信留言 此外您还可以到立芝和 喜马拉雅电台所谓第一财经进行收听 前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从2000米的高空一跃而下 在高速下降的过程当中 俯瞰整座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那今天我们跟随 致敌的这位翼装飞行者 一起来感受一下 挑战当天 松鼠塞巴斯迪安阿尔瓦雷斯 搭乘直升机 飞上2000米高空 然后身穿一桩飞行服跳下 几分钟后 它的时速达到250公里 快速下降过程中 它成功绕过了高度为300米的 拉丁美洲第一高楼 科斯塔内拉中心 感谢观看 临近地面时 阿尔瓦雷斯打开降落伞 最终成功降落在马波桥河附近 匆匆接受朋友们的祝贺后 他迅速换上衣服 搭乘摩托车离开现场 原来这次挑战又未经当局批准 属于违法行为 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早班车 我是李鑫 在上海相见问候 我们首先来关注全国两会 好 以下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两会议程 人大方面上午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 下午举行代表小组会议 分别审议慈善罚草案 正确方面上午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下午分组建言宪策 记者会方面上午将举行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记者会 下午将举行政协委员谈提振 经济发展信息 记者会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吴日图昨天对第一财经表示 全国人大对国务院的有关授权 不会影响证券法的修订进程 证券法还要如期进行修订 目前证券法已经过了一审 现在正在修改 教育部部长袁贵人昨天表示 随着经济升级产业转型 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结构不合理的状况 而高效改革实质是 中国教育供给策结构性改革 这里大气水土壤污染的 三大战役之中 唯独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空位 在昨天12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记者会上 全国人大环次委副主任委员 袁四介绍 目前正委托环保部 起草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稿 初步拟定在今年内 环次委内部出审 2017年提交给人大常委会 纳入常委会的立法计划 完成提醒和审议的任务 最近韩国九段围棋手李世时 与谷歌人工智能 阿尔法购之间的 人机围棋大战 是广受热议 那么在昨天的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 科技部部长万刚就表示 人工智能能够替代 现有的一些已知的工作 从而推动人类劳动 往更高级的状态发展 同时他笑颜 从下棋的角度更喜欢 人人对异 从下棋的角度上 我还是喜欢人人对异 因为这里边除了被棋谱以外 也还有很多的随机性和未知性 对吧 情绪的好坏等等这些 这样可能更切近我们的生活 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觉 纪十三五规划和2016政府工作报告中 力推居民融合 近日 国防科工局也表示 正在制定推动国防科技工业 居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意见 对此 万刚指出 居民融合目前存在一些协调不够 联通不够的问题 未来将从高科技战队统筹布局 居民相互参与等四方面 着力推动居民融合 我们会从高技术战略的布局 比如说航天 前海 超算 包括我们建委做的量子通信 包括我们的一些信息技术的应用 统筹的布局 共同的谋划 第二个呢 就相互的参与 我们已经有很多民营企业 也参与了 这个国防装备的研究和采购工作 第三个呢 要从科研设施的互通互用 来促进居民融合 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 在人才的沟通交流 人才培养上面 要促进居民融合 好 以下呢 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约见两会 继续来听听记者王子曰 在两会采访的感受 早上好 欢迎收看约见两会 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人口和老龄化的问题 随着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以及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呢 相关的政策也是引发了社会一个持续的关注 那在近期的两会上呢 包括像人口老龄化二孩以及社保等等问题都是代表和委员们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那前天人社部部长尹卫明在回应一个延迟退休方案的一个记者问答的时候 他就提到今年将正式推出一个延迟退休的方案 征求社会的意见 他同时表示 现在市面上流传的一些延迟退休的方案的一些公式 包括内容都是不准确的 与现在正在制定的方案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 总的来看呢 他认为中国推行延迟退休的方案主要遵循四个点 这四个点呢 分别是区别对待 分别实施 提前通知和预先预告 另一方面呢 在全面二孩方面 魏纪委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 他们称呀 尽管全面放开生育 目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但在国家在促进二孩这一块呢 已经是态度比较鲜明了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呢 十三五期间不仅将在医疗和住宿等等方面呢 将增大一个扶持的比例 包括在妇女以及一些孩童的教育方面呢 提供一个相关的配套措施 那第三块要制止一个人口红利和一个老龄化措施 来补充一个劳动力呢 就是一个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 那近期呢 许多中部省份都提到了 不论是脱贫的需要 还是一个补充城市劳动力的需要 那么农民工进城落户呢 已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那我们预计相关的一些户籍 以及一些彭改措施等等都会相应的落地 这样呢 农民工进城的话 就有效的补充一个流失的劳动力 这么一个情况 那以上呢 就是目前两会期间 针对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 一些最新的一个措施 那此外还有专家告诉我 随着社会的发展 以及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呢 未来中国的这个 集约型的这个社会发展模式 会发生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他认为我们在当前的窗口期 如果能够实现 从一个粗方向集约型的转变 同时依靠创新来增加一个生产的效率的话 将能有效的抵制一个人口红利消失 这么一个情况 好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好 以下呢 我们再进入今天的两会问道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关于楼市和货币政策 各位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第一财经的两会问道 我是黄伟 在北京的演播室问候各位 我们和你一起来聊聊2016年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 今天在北京演播室当中继续为各位请来的是 民生证券研究院的执行院长管清友先生 好 大家好 那我们再来聊聊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房地产 那么最近呢 我们会发现说 呃 行业的政策是一再加码 那包括呢 我们在这个利率上也开始加以更多的这个支持和引导 所以呢 不仅仅是体现在说在二级市场这些上市的房企的股价表现 更多的是在于实际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价格表现上面 最近都是已经非常的突飞猛涨了 所以您如何来看这个房地产市场 接下来的这个市场表现 如何来看待一线城市 目前被大家纷纷这个诟病的房价的这种飙升的状态 我想房地产市场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呢 就是鼓励合理住房消费 第二个呢 就打击投机炒房 鼓励合理住房消费也是这一轮政策松动的本意 要取消或者弱化原来很多不合理的限制 对于这个居民的合理的这种住房消费给予鼓励支持 同时呢 起到库存区化的这种作用 那么这一点呢 实际上在一二线城市 实际上到三线城市 已经开始慢慢起到作用了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初衷应该是这样的 也确实发挥了效率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打击投机炒房 那么住房政策这个松动呢 它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这种结果 因为一线城市 它的住房的这个价格弹性更大 那么它的金融工具使用更多 那么这个参与主体呢 实际上它也更专业化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 就是通过加杠杆炒房 这种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实际上在去年股票市场上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教训 是 我们要规避这个教训 我们确实要防止一个问题 就是把房子卖给没有能力购房的人 实际上很容易引发后续的金融风险 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刺激贷款 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三四线城市去库存的消化的主力军事农民工 因为明确的表示希望他们来成为接盘者 那您觉得他们真的是具有购买的实际的能力吗 我觉得这个也要区分来看 实际上一部分这个农民工呢 已经是在城市生活多年 有一定积累 那么他们的户籍呢 在这个中等城市也能够比较方便的解决 那么他有能力购房 那么另一部分呢 实际上他还没有能力 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 实际上在一些区域中心城镇 那么区域的中心这个城市 一方面是乡镇 一方面是这个小城市 你会发现他的这个城镇化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那么老百姓对于改善自己居住条件 居住环境 自己创业这种动能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呢 就这一部分呢 实际上也在消化 消化一部分库存 所以我觉得区分来看 注意没有能力购房的人 让他去购房 他带来的风险 那么同时鼓励呢 有能力购房的人 给他进一步降低成本 一般来讲呢 经济学家都不太讲很微观的这个事物 但是呢 因为房价 房地产的整个的这一轮的飙涨 的确是引发了太多人的这个关注 所以您怎么来看 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 接下来的房价的走势 一线城市这个房价走势呢 我想确实也应该把它拆分的更细来看 因为总体的 我们讲 尽管平均价格是很有争议的 但是呢 总体平均价格涨幅并不像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的 这个涨幅那么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有些区块 一些一线城市的区块 包括1.5线城市 它的区块 确实涨幅非常大 有些城市 在过去一年里头 涨了50% 甚至有些区块涨了一倍 那么这个呢 确实是短期涨幅过来 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泡泡 特别是加杠格炒房 那么 所以 就是正常的 由于房地产松动和人们预期改变的这种情况下 实际上的房价上涨 它具备一定的持续性 那么投机炒房所导致的短期房价过快上涨 它的持续性 是不够的 或者说它不具有持续性 甚至可能在货币政策出现某种程度的收紧的时候 会出现断崖式的这种下跌 我想这个情况是要区分来看 而从政府层面 我们要做的 实际上是要防止杠格炒房所带来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 您既然说到了货币政策 我们接下来来聊聊这个话题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并要加大力度 我们如何来理解这加上去的加大力度这四个字 因为在G20的时候 周小川行长是表示说 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处于稳健略偏宽松的状态 中国将会继续实施灵活适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 您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没有表述上的不同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同 其实周航长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为什么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一个稳健略偏宽松的政策 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经济下行压力确实比较大 我们需要在供给测改革的同时 适度扩张等需求 就所谓两手抓的问题 那么第二个 我们需要为供给测改革创造一个条件 打出提前量来 因为我们讲供给测改革它短期 你无论是去产能还是体制机制上的一些改革 那么可能会导致对经济有一定的影响 下压的这种压力 那么实际上货币政策相对宽松一点 能够打出提前量来 减化供给测压力所带来的这种压力 所以我觉得现在实行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对的 但是我现在实际上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出现整个16年经济出现前松后紧的局面 因为1月份的新东西在2.5万亿 创造历史新高 那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那么你又要在M2的增速上 在新增现在的总量上做一个控制 那么势必会导致什么 那么下半年可能偏紧一些 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值得货币当局注意的 即便是我们有M2增速的控制 有新增现在总量的规模的控制 那么我们实际上还是要手法要更灵活 更柔和一些 以尽量减回对经济运行和资本市场的一个影响 那这种超宽松您觉得它的力度会有多大 那整个今年的整个货币政策将会到年底的时候 呈现的是除了您刚才讲的前松后紧的态势 那还会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其实今年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充分的体现 应该说我们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实际上我们把它简单的总结为什么呢 叫递根决定票根 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有的时候相对来讲 是稍微被动一些的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去拉动投资 通过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基础设施建设是需要P项目的 P项目是需要钱的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货币政策来配合释放流动性 那么今年实际上财政的扩张已经非常明显 这个财政主要不是指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财政 而是指实际上是一个大口径大财政的概念 就是通过PPP项目 通过专项建设基金去支持基础设施建设 拉动投资 那么这个时候货币政策一定会配合这种财政的扩张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影子财政的这种扩张 那么我们大概算了一下 PPP项目加上专项建设基金 各有2万亿的增量 那么这些都是需要货币政策来配合的 您预计中央政府这次会释放多少的流动性 这块不大好估算 通过降准 也不过大概在5000到7000亿左右 那么后续我想还会看到降息降准 降准的次数应该比降息的次数多 实际上它是释放流动性的一个过程 这个也需要看稳增长的推进的力度 那么现实的需要 以及特别重要的 我也特别想提醒的就是 到二季度通货膨胀率的水平 以及一线城市房价的水平 那么这两个点 就是通胀率和一线城市的房价 可能会影响整个下半年货币政策的趋向 好 非常谢谢管先生 才有我们的两会问道节目 谢谢您 也谢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财经要闻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二月CPI同比上涨2.3% 较一月回升了0.5个百分点 创出2014年7月以来的最高位 二月PPI同比下降4.9% 较一月收窄了0.4个百分点 结果认为当前通胀水平温和反弹 有利于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 但是受限于经济下行压力上升通道有限 CPI超预期上涨 表明近一年的通缩压力暂缓 但是对于经济进入到滞胀的说法 业内人士认为暂时不需要担心 应该说还是对我们通缩的担忧有所减缓 那么我们看到CPI大幅上涨 主要是跟春节期间以及天气恶劣因素有关 导致我们季节性的像食品服务的价格就大幅上升 而CPI同比增幅 从上月1.8%的温和上涨 一月增至2.3% 确实超出市场普遍预期 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表示 二月CPI再度迈迹20代 显示CPI数据已经于上个月见底 未来中国通胀水平趋于上行 不见得减息 但会继续降低存款准备金 然后另外你也不排除 就是比如说贸易的数字 你看像一月份二月份这样 会使得就是我们在中期还可能考虑 通过汇率作为一个宽松货币的这么一个手段 我觉得把种种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当然我们还可以谈 就是说未来的话化解不良资产等等 我相信从中长期来看 这个通胀是应该是往高走的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虽然通胀上行 但是目前担忧滞胀风险暂无必要 最近两个月 中国广义CPI虽然出现明显反弹 但核心CPI同比增速 相对于一月非但没有上涨 反而下跌0.2个百分点至1.3% 文斌认为 降息降准未来都有可能 但降息会更为谨慎 一份针对全国各地楼市库存的报告显示 西部东北和山西等三四线资源性的省市 库存的和销售的比例普遍是比较高的 而且销量弹性比较好 比较的小 以去年库存时间来预计 最高山西是9.9年 其次是宁夏8.4年 吉林辽宁也排名前列 分别为7.8和7.5 那库存最高的省会城市是 呼和浩特与太原 分别是16.1和11.1 那这些地区房地产销售增速 明显低于一二线城市 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 近期暴涨的房价 已经引发了相关地方政府和多个部委的强烈关注 对此有知情人士推测 北京上海深圳 这三个一线城市已经在储备政策 两会后可能会出台相关的调控政策 那具体内容呢 包括严格限制申购 扩大市场供应 打击五盘吸收 规范金融杠杆等等 那以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同时呢 在去库存 降首付比例等 房地产行业大背景之下 首付贷因存在着杠杆资金的原理 被看作是市场风险之一 即深圳广州等地监管部门 开始对于首付贷开展摸底的情况之后 短短几天 首付贷再次被围坠堵截 3月9日 上海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 正式启动摸底调查行动 并向会员单位下发相关通知 要求反馈与首付贷相关单位的名称 数量 产品模式 以及涉及金额 掌握真实情况 以及存在的问题 此外 北京也开启了摸底进程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 指导北京市网贷协会 摸底涉嫌高杠杆房贷情况 记者从行业内获悉 截至目前 全国首付贷体量大约为50亿元 据了解 首付贷类产品存在已久 房产中介中 店家 我爱我家 房天下等 以及网贷平台中 搜益贷 房金锁等 均曾涉及 但真正被大众关注 则是因为年初以来 一线城市房产价格暴涨 以及监管层 对楼市泡沫 可能对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 带来冲击的担忧 值得注意的是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日前表示 央行正与住建部 民监会等部门 准备对一些房地产市场 房企和房地产中介 跨界经营金融业务的问题 进行置顶 没有资质 将不能跨界经营 根据记者调查 北京主流房产中介 目前已经暂停了 首付贷业务 但是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业务 并未受到影响 仍然在提供类似的服务 您好 欢迎吃点 所有带请 什么可以帮您 您好 我想问一下 咱们那个首付贷 现在还可以做吗 目前有这个业务的 您各方城市在哪里呢 北京 那可以的 就是说都可以是吗 对 您得先提交申请 之后带一款专员会联系 您告诉您具体情况 据调查 主流房产中介链家等 均明确表示 已经停止开展该项业务 不过记者联系的 多家P2P平台表示 可以提供资金 并且对于 是否用于购房首付 并未设限 有担保则多贷 无担保则少贷 而除了房产中介 和P2P平台 银行消费贷款 也可能成为购房首付来源 尽管银行明确禁止 此类资金进入楼市股市 不过银行在审查时 往往无法完全规避风险 一位外资行各代部工作人员 今天就向记者表示 提供足额消费发票即可 就是必须需要发票 您把手提交给我们发票 我只要提供这发票都成是吧 什么发票都行 相似的发票 就是说比如说 您购买家电 装修房子 你的旅游 这些都是可以的 由于存在多个融资渠道 这也意味着购房者或者投资客 可以在多个平台借入资金 从而进一步放大购房杠杆 宏元正确研究所副所长 易欢欢表示 借款人信息在金融机构之间 不能做到共享 是导致风险累积的根源 然后比如像 然后这个投资客 他在A平台上 然后借的首付 又在B平台上借的首付 接下来又到银行去借贷 然后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能 甚至他有可能是零首付 然后无限大的杠杆 来做这样的相应投资 去年以来 一线城市房价急剧上涨 杠杆上的楼市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也成为重要议题 全国人大代表黄岐帆指出 如果听任当前一些地方的 房市高杠杆 将会是另一场金融灾难 在昨天举行的平安银行 2015年业绩新闻发布会上 平安银行副行长蔡立凤表示 众多政策的出台 短期整个住房案件业务量 都会提升 那今年的平安银行 会投入更多的资源 来开展房贷业务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今明两年的要以改革促发展 坚决打好国有企业提制增效的攻坚战 那分析人士认为 未来两年并购重组 将成为国际改革发展的中枢 据了解 推动中央企业结构调整 与重组指导意见即将下发 国资委在处理僵尸企业方面 正加快研究制定相关措施 昨天 上海市国资委发布 上海市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操作之也 对上海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通过股权转让 增资扩股 合并 股权出资新设等方式 引入集体资本 非公有资本进行的混合所有制改制进行规范 让国企改更具操作性 国泰区安首席宏观策略分析师任泽平认为 国企改革将迎四大投资机遇 一是行业整合重组 如钢铁 煤炭 水泥 有色 建筑 船舶 军工 二是并购开放 高新技术产业 绿色环保产业 现代服务业 三是地方国企改革 地方国企改革要和地方债务的化解 投融资平台的清理 财税体制等很多问题结合起来 四是优质资产注入 可以关注大集团 小上市公司 集团公司资产正确化率较低 且有优质资产 上市公司属于产能过剩行业 政府有去产能政策支持 改革需求更迫切 长期处于亏损状态 有饱和需求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微继续 好 这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方面的消息 根据新股发行计划 蓝海华腾今天将进行网上申购 发行价格为18.75元每股 那本次发行全部为网上发行 数量为1300万股 申购上限为1.13万股 中签缴款日为3月15号 公司是工业自动化控制产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双软企业 预计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2.44亿元 那此次募集资金将用于研发中心 生产基地项目 以及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等等 2013至2015年 蓝海华腾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1亿 2.05亿 2.13亿 净利润分别为7,094万 5,069万 还有5,932万 公司静态适应率为19.83 参考行业最新的适应率为27.93 那昨天晚间欧洲央行突然宣布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措施 下调三大利率同时还宣布扩大QE规模 欧洲央行的宽松力度大幅超出市场预期 欧元暴跌百余点 欧股大涨 黄金急速下挫之后 快速拉升 收复失地 欧洲央行最新公布的利率决议 下调主要再融资利率5个基点至0 超出预期 下调隔夜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百分之负0.4 符合预期 下调隔夜贷款利率5个基点至0.25 同时 欧洲央行宣布扩大QE规模至每月800亿欧元 此间为600亿欧元 扩大QE范围至包括非银行企业债券 新措施将在3月16日生效 此外 欧洲央行宣布再启动新一轮TLTRO操作 即使时间为6月 持续时间4年 长期再融资操作的利率可以与存款利率一致 分析认为 欧洲央行的宽松举措 对外围市场构成利好 也间接有助于疲弱的A股短期起稳 随着上市公司2015年报逐步披露 QE去年底持仓情况也陆续浮出水面 统计显示 以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 有近20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 出现QE费身影 其中近一半为去年四季度新进买入 与一直青睐低估值篮球不同 QE费新增仓的风格有所变化 更偏爱中小创股票 业内人士指出 在各类机构投资者中 QE费一直被认为是择实较为精准的代表 其投资动向也最受投资者的关注 年报所反映的QE费投资风格的变化 值得投资者关注 昨天的护制早盘低开0.52% 两次下探均被拉起 多空争夺激烈 但是场内焦头异常低迷 午后两时持续宽幅震荡 临近尾盘 券商股杀跌两时跳水 护制跌百分之2.02 闲手2800点 创业板昨天振幅强于主板 开盘半小时之内上冲下探 午后创业板再度发起攻势翻红 但是尾盘随主板跳水 两时全天成交3546亿 较上益交易制大幅缩量 盘面上除了食品饮料翻红之外 其余板块纷纷下挫 融资方面 截至3月9号 两市融资余额环比减少45亿元 降至8393.4亿元 再次创下2014年12月1号以来的最低水平 昨天A股再次挑战2800点一线支撑 对于后市上海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 蔡君毅认为市场中心将会下移 可能呈现缩量阴跌 整体的市场指数的话 开始重心朝下移动 2800点关口呈现了岌岌可危的这样一个态势 之前A股上经历过数波的快变 那么这一次可能会经历重心缓缓下 以缩量的这样一个格局 从短期来看的话可能比较艰难 好 接着我们来连线到的是 东正期货的林翔 请来介绍一下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早上好 林翔 早上好 主持人 首先我们还是关注股指期货 昨日护指是低开震荡 最终护森300指数是暴在3013.15点 下跌了1.91% 除了合为RF1603是暴在2983点 GX是有所收窄 排名上来看 护指低开后是数次的试图上攻 但是尾盘下错最终是收音 并一举击穿了10和20线的一个支撑 成交量较向日历是进一步的萎缩 气质方面 气质的内部分化还是在延续 在护指量能萎缩的情况下RH走势强于IC的这么一个形态 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 然后关注大宗商品 昨日大宗商品是先扬后翼 整体呈现一个比较弱的一个态势 油脂方面 昨日马来西亚中油局是公布了2月份的一个月度供需报告 因为季节性的减产以及天气的因素是使得2月份的产量下降的幅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 不过出口方面的降幅也是同样的超过预期 马来西亚2月份的供需数据转好 尤其是产量下降至了近10年以来的一个最低位 在出口不利的情况下库存依然保持一个下降的势头 3月份开始虽然产量是步入了一个增产的周期 单产的水平有所上升 但是回升的幅度我们预估还是相对的有限 出口方面预期回暖的情况下 整个库存的水平可能会保持下降的这么一个态势 因此就自身的基本面而言 中油还是具备上行的一个空间 另外则是需要关注原油的走势 如果原油是延续了之前反弹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的话 中油大概率也会呈现一个上涨的走势 最后关注硅金属 昨日欧洲央行是宣布下调了所有的三大利率 扩大资产购买的规模以及提升经济 消息出台之后 金价是急速的下跌 随后跟随欧元是再次的回升 截止收盘 纽约知情主力是报在1272.8美元每盎司 欧洲央行的行动 可能是被视为进一步的一个刺激的计划 但是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基 在之后表明的态度 是使得欧元是起稳回升 并使得金价也是跟随一起回升 在市场的焦点目前是逐步转移至下周 美人处一期会议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金价的一个市场仍然会向一个观望的氛围中蔓延 因此我们短期内是维持一个震荡的一个观点 好了 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林响 继续来观众市场 昨天的中原环保滑贸物流 姜粉磁财和长箱电力四家公司的并购重组申请获得通过 那统计发现今年以来的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已经审核了54家企业的并购重组申请 其中一家被否审核通过率为98.15% 那接着3月10号 互申两市共有5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订增终止被否的公告 其中的凡尔胜制度投资 升华败客的订增预案被证监会否决 而亚清化学南山履业的订增方案 遭到股东大会的否决 根据不完全统计 这些公司多数是在去年资本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之下 发布的订增预案 因此订增价格比较高 那如今来看公司股价腰斩成为了订增终止的重要因素 券商中国记者获悉 包括央行银监会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 正在研究讨论银行债转股的试点 以缓解银行不断攀升的不良贷款压力 帮助实体企业去杠杆减轻债务负担 那么此外在不良资产处理方面还有最新的动态 公行正式启动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 根据公行上报方案 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广东分行作为首批试点银行 对此国贷均安表示 如果属实则是通过创新来处置空间 换取企业和银行喘息的时间 但是对你的债务方的甄别会非常的严格 否则只会变短痛为长痛 不良债转股传闻对银行影响为中性 第94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将于3月24号到26号举行 预计将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参加 境外展品比例超过20% 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口子叫 估计供酒 贵州茅台 无良业等相关酒业概念股 虽然注册制近期推出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A股估值体系仍然面临另一个冲击 那就是战略新兴版 市场分析认为战略新兴版一旦推出 将成为A股市场成长股估值最大的敌人 而从于目前官方的表态来看 年内推出似乎已经是比较确定的事情 平安证券报告指出 对比在美国 英国和新加坡上市的 365只中概股达行分析后 发现有165家上市公司 满足战略新兴版的上市标准 占比45.2% 再加上国内优质非上市资产 估计新兴版推出后 上市公司质量 对比现有创业版标的将有显著提升 并相应对成长股板快估值带来冲击 而同时 中概股也有强烈的登陆战略新兴版的意愿 中国在美上市的公司 市盈率往往在5至30倍区间 而目前创业版平均市盈率为63倍 中概股回归 至少可以获得2倍以上的收益 报告还称 战略新兴版推出后 短期内功效于求是必然状态 但最大的悬念 还是整个战略新兴版方案中 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实行注册制 这也是决定其对A股市场 特别是成长股板块影响的关键因素 普华永道昨天发布研究报告预计2016年 中国科技企业上市数量和融资额将文具全球前三 中国资本市场也将成为全球最热的IPO融资市场之一 那普华永道中国科技行业华北区主管合伙人张琴表示 长期来看依然预期会有更多优质的TMT企业选择在国内上市 2016年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预计将对于互生股市产生深运影响 包括战略新兴版的推出 这将对于IPO活动具有正面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中方幸福首席分析师黄越 请他来点评一下今天有哪些消息 可能会对于市场交易产生影响 黄远先生 杂正好 好的 我们看一下第一条消息 昨天欧洲央行是产生了公布的利率决议 从利率决议来看 主要还是对利率今天的大幅下调降细 主要对整个经济产生一定的刺激注用 另外对整个QE的规模也是进一步扩大 从以前的600亿欧元扩展到800亿 所以从整个利率决议来看 对整个欧洲经济的刺激注用还是比较明显 虽然昨天欧洲股市是出现了冲高回落 但是从未来一段时间来看 对全球股市还是产生比较正面的积极作用 类似像我们整个A股一样 像这个主要还是影响到一些 像这个出口企业 另外一些像原油价格的起稳 也是对石油煤炭行业起到了一定的支撑 所以从整个积极中用来看 其实对美国的加息也会产生影响 因为全球的央行基本上都是处于 放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 美元今年的加息会受到影响 这样的话其实对我们发展中国家 A股来看也是会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第二条消息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大商所 修改了铁框石期货的交易制度 针对最近的时间铁框石价格波动比较大 大商所修改了涨停盘 放开了涨停盘的幅度 另外保证金更加加大 主要还是防止整个市场波动的风险 保护投资者 另外从我们过去的时间来看 其实每到整个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的时候 期货交易所基本上都是采取一定的措施 这次也是不例外 也是采取了同样类似的方法 也就是扩大了涨跌停盘 以及保证金比例 进一步融资的范围已经进一步缩减 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把风险控制到一定的范围之内 第三条消息主要是人工智能方面 也就是狗狗的阿尔法机器人 以我们围棋高手进行了博弈 从两次博弈来看 都是机器人占了胜方 从这个市场来看到 其实我们整个未来的机器人发展的方向 这个规模应该有一个足够扩大的过程 整个市场来看 接近有近千亿的市值 而从我们过去来看 其实对整个机器人的认识方面 其实不管是棋手还是整个市场 整个认为整个机器人的发展 其实没有这么快 但是整个市场其实已经超过了 整个大部分投资者的想象 这样的话 其实对我们A股来看 一些智能板块也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特别是从昨天我们看到盘中 一些智能机器的板块都是有比较好的表现 另外从整个棋内发展的情况来看 不管是中国相机 国际相机还是围棋 而从过去段时间来看 国际相机里面的深蓝和国际相机的世界冠军比赛 也是取得了比较好的胜利 从这点来看其实人工智能的发展 从过去十年到现在又产生了比较大的进步 所以进步在哪里呢 主要还是一些人工智能的发展 特别是一些像这次机器人 它有自我学习的功能 自我学习的功能相对来说 要比棋手进步更快 它通过输入了500盘期 5千盘期通过自我学习 另外一个它可以自己进行对异 这跟人类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同时从它的下的起法来看 思维方式比人类更有进一步的扩展 特别是对整个计算 以及大机关来看 跟人类的思维方式区别还是更加大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人类在整个机器人方面的 人工智能方面 类似像我们的虚拟现实板块 VR AR等等发展 都是有比较好的促进作用 所以这一点 投资者也是可以积极关注的 好的主持人 非常感谢黄先生的解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事休息 稍要继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再来看一下重要的公司公告 中国中车公告称 公司中标了芝加哥地铁车辆采购项目 标的的金额高达13.09亿美元 而这个订单是芝加哥运输管理局 历史上最大规模地铁客车采购订单 相当于这个是客车总量的一半 而同时也是迄今为止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向发达国家出口的 最大的地铁车辆项目 目前中国中车的业务量在铁路装备行业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已经是位居全球第一 占到全球30%的市场份额 而最近几年公司海外业务 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 再来看下一份公告 来自上海佳化发布了15年的业绩报告 1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是58.46亿 同比增长9.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2.09亿 同比增长146.12% 15年进一步加大了营销的投入力度 试水了品牌年轻化 公司旗下多品牌在各自的细分领域 占据了强有力的市场的能够 再来看天貌集团发布了一个 非公开发行A股的股票预案 以不低于每股6.79元的价格 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3.99亿股 募集的资金总额不超过95亿 扣除发行费用之后 用于收购安胜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0.75%的股权 同时对国华人寿进行增资 同时还要偿还银行的贷款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了解亚太市场 包括今天A股的相关信息 好 这里是我们来关注亚太 马上连线到第一财经驻香港机制航语 航语早晨好 可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亚太早盘最新情况 好吗 早好 予非亚太股市 今天早盘普遍回吐 其中日本股市是低开1.44%回吐的力度比较大 当然日本今年也公布了几项非常不好的经济数据 其中比较引人关注的就是大型制造业信心指数 这是整个第一季度的 已经叫上一次数据的大幅下跌 这次是下跌是负的7.9点 所以这也反映出 现在日本对于大型制造业的整体上的前景 判断是比较悲观的 另外就是大型产业指数也是负的3.2 另外在其他市场方面 今天也表现不是特别理想 其中韩国股市呢 今天也是继续整股下跌0.05% 至于澳大利亚股市 今年同样回吐 目前也是小幅下跌 新西兰股市跌幅0.3% 新西兰呢 我们知道昨天呢 是出户市场预期降息 而在今天呢 也是公布了一项制造业数据 较前值倒退了1.9个点 这也反映出呢 这个新西兰 目前呢 这个制造业表现呢 并不理想 所以可能也是印证了 昨天这个降息的决定 你费 好 谢谢杭宇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几条 有关于沪港通方面的消息啊 从沪港通使用情况来看 沪港通昨天使用额度是 4.72亿元 剩余金额125.28亿元 以占用额度占比是3.63% 港股通使用金额为6.1亿元 剩余金额为98.9亿元 以用额度占比为5.81% 由此呢 沪港通已经是连续5天 实现双向净流入 杭宇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 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 好吧 好 雨菲 我们知道昨天虽然这个欧洲央行 是加大了刺激力度 不过昨天呢 外围市场也是先升后跌 而香港股市呢 今天很有可能会延续这一格局 我们看到在美国挂牌的预托证券 也显示了 现在香港方面的全中股 今天很有可能会开盘全线下跌 但应该跌幅都不大 所以香港市场今天会延续前几天 这种缩量整理的格局 在购物方面呢 当然今天还是有比较多的亮点 一个就是刚刚新闻章中提到的 这个中国中车 中标了芝加哥的地铁车辆采购项目 中国中车的这个A加H股 都是都在在两地市场上市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两地市场的表现 另外就是中国海外集团 最新公布了二月份合约销售额上涨29.43% 还有我们今天香港本地的抑制个股 就是香港医私医疗 是进行医学美容的一家 抑制个股 今天在香港挂牌 有关的消息呢 我都会为大家做持续关注 于飞 好 谢谢航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邵进用到的是 陈辉观察 好 陈辉连线 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光大宝德信 基金经理高洪华 你好 高洪华 早上好 各位观众早上好 对近期的市场走势怎么来看 其实昨天的一个市场 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 市场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绪 比较谨慎 昨天最主要的一个新闻 就是路透社说的 就是中国可能为了解决 那种僵尸公司的方法 就是去产能方法 其中有一个就是再转股 其实再转股 在全球的一个发达国家 金融危机中都用过 其实在国内90年代 其实我们也用过 那么我们在 就是再转股是 出了不良资产的模式之一 但是对那个 将对企业的债务重组 和银行的一个 负债表的一个 一个变革的一个模式 那么就我们来看的话 市场昨天是对这个 这个信息是偏利空的 这是除了情绪上的一个问题 还是怕担心供给侧的 就是股票供给的 一个方面的一个担忧 那么我们是觉得 这个方案的话 整体的框架还是比较好 但是怎么样推出 还有待后续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配套 那从昨天的一个 CPI的一个数据来说 创了19个月的一个高点 那CPI这个数据的上涨 其实通胀最主要是因为 寒冷因素和春节因素所导致 所以现在可以讲 有些人提出滞胀这个逻辑 我们觉得今年的话 还有可能看不见 然后我们又看到昨天 其实说是央行 200亿的一个七天一回购 那么利率是持平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说近期资金的需求端 没有明显的不利因素 所以央行的小额投放等支持下资金的一个宽松局面 还将保持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欧央行是下调的一个基准利率 五个基点 然后又说就是后面的一个下降的空间并不大 那这对美国的一个加息 我们觉得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 综合来看 我们觉得全球的经济 其实还是比较疲软的 所以相对来说 我们觉得下周四的一个凌晨的 美国加息的角色更难选择 所以我们还是坚持 今年有可能只有一次 美国有可能只有采取一次加息 综合来看 我们觉得市场景深观望情绪 依然占上风 所以我们觉得后市依然有下探和整顾的需求 谢谢 谢谢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国泰军安期货研究所的毛磊 你好毛磊 你好主持人 对期货市场投资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的 股指期货方面 那么前期市场反弹之后 后续利多是不足未能继续上工 那目前这个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情绪 还是偏谨慎的 昨天这个二月的一个通胀数据超预期 也是推升对于中国滞胀的一个担忧 那整体看呢 我们认为市场可能是需要后期 基本面转软的因素才能提振这个预期 目前大宗商品来看的话 是出现一轮补固的一个行情 价格是上涨 那么后期呢 如果需求进一步企稳支撑价格的话 那么市场对于经济企稳的预期 也是会增加有利于提升整体的一个风险偏好 那短线呢 我们认为先关注定期将发布的一个宏观数据 货币信贷数据 如果数据偏强的话 可能还是对市场有一定的支撑 否则呢 可能还是会继续探底 明天呢 周六将发布这个一到二月份的一个宏观数据 另外呢 一行三会的一个负责人 也是将召开这个记者会 那么气质投资者还是需要规避这个数据 以及政策面不确定性的一个风险 那么罗文钢方面 当前现货市场是在平均上涨 这个400元每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成交是略选乏力 高位报价是涨跌户线 比较混乱 不过我们认为这个罗文价格是并没有见顶 目前的钢厂这个开工率是较历史 这个平均水平是低大概7%个点 社会库存呢 也是比去年同期是下滑14% 钢厂的一个库存也是偏低 因此 另外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呢 也是持贫或者说同比的一个小幅回落 但是也是存在这个旺季临近的一个支撑 不过就做多而言 我们认为确定性是不及铁矿石 因为罗文呢 是有两个矛盾在积累 一个呢 是开工率在上升 另一个呢 是社会库存是有所回升 但是目前呢 这两个矛盾积累的还不够深 还不足以对罗文价格带来一个反转的打击 铁矿石方面呢 目前决定 铁矿石价格最重要的因素还是需求 虽然说绝对价格已经是上涨了50% 但是钢厂目前这个吨钢利润平均在400元左右 这一利润是在近几年是处于比较罕见的一个水平 因此呢 钢厂赋产是比较确定的一个事件 而实际了解也是我们了解到有比较密集的一个复产计划 短期价格大涨后呢 港口的一个现货价格是出现松动 但是成交还是比较平稳 后期呢 好 谢谢 今天的一财成为连线呢 就和各位关注到这里 以上呢 是今天财经早班车的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鲜资讯 也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第一财经资讯 另外呢 如果您想随时随地浏览更多 独家接着的财经资讯 可以搜索下载第一财经手机客户段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为您带来市场的影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